现在我们是时候主动出击了 所有人离开灵霄岛殿 我们部署下一站作战方案 说吧 谭云便凭空出现在仙山之巅 虚空震产之际 神速兵等人皆出现在谭云身后 如今无心上神境界最高 已为大地境九阶 拥有越级挑战大地境十二阶大能的能力 其次则是真机 他晋升了大地境五阶 拥有越级挑战大地境十二阶的实力 神速兵拓拔盈盈为大地境四阶 二女亦有越级挑战大地境十二阶的实力 至于玉庆 孟毅 新盈他们 亦是纷纷晋升大地境三阶 众女越级挑战的实力 皆能与大地境十一阶大能比肩 天老魏权 皇甫孤虫 关玄奎 关玄空 和谭云一样 皆为大地境二阶 五位老者皆有媲美大地境十阶大能的实力 世天摩原金龙神师 如今已是大地兽成年七阶 实力之强皆可击杀大地境十二阶的仙人 摩尔为大地兽生长七六阶 不具大地境十二阶的仙人 天罗龙雄王则为大地兽生长七五阶 不具大地境十一阶的仙人 剩下七大族王和小白 如今皆为大地兽生长七四阶 不具大地境十阶的仙人 也就是说 如今谭云身边的美女和众兽 实力最弱的都能与大地境十阶大能匹敌 毫无疑问 谭云在众人中境界最低 但她的越级挑战实力却绝对最强 谭云望向眼前众人 九天仙府的格局 小庆最清楚 先让小庆说一下 蒙面的方志庆随即玩耳一笑 九天仙府唯一的九天仙界之巅 虽是一府邸 不过却占地方圆三千万仙里 九天仙府共有四个城门 分别是东门、南门、西门、北门 苟仙帝成婚之地 应该在九天仙府中央的 九天仙殿外的广场中 因为此广场 占地达到了方圆三十万仙里 只有这里才可以容纳下 前来恭贺的上千万城主 此外 九天仙府由于位于九天仙界之巅上 故而 此府邸上空 由九天仙界通往八天仙界的结界 在结界的笼罩下 若想进入九天仙府 必须从四座城门方能进入 当然 若要离开 也必须经过四座城门 依我之见 若要将里面的人赶尽杀绝 我们就得分头行动 封锁四座城门 夫君 你来安排吧 见沈素兵营一笑 谭云自是点头应声 老云 你守住洞门 好嘞 俺绝不放走一个人 好 大块头 你守南门 木尔 天鹿龙兄王 你俩赌戏门 我想和龙兄哥哥一起 谭云话音未落 一袭白群的小白 已经掘起了小嘴 闻言 天鹿龙兄王 小的是呲牙咧嘴 谭云已是说道 好 那你们三个守戏门 至于北门 就由射魂子雕王 金火妖狼王等 七大族王守护 天老 孤虫 玄空玄奎 魏权会心 你们六人也去 守北门的所有人和兽 都听会心的命令 众人随即灵命 谭云又看向一袭 黑色长裙 美若天仙的宋慧心 北门交给你了 不能放走一人 准人放心 手下明白 宋慧心郑重点了点头 上官妃 你如今只是 帝皇境十一届 不适合参战 你就留在 灵霄道典内继续闭关 好 上官妃应声 便飞入灵霄道典之内 剩下的人 随我进入九天仙府杀敌 一切听我口令在动手 只为切记 接下来九天仙府之战 将会是我们在 鸿蒙九天仙界最后一战 此战过后 我们便前往其他仙界 血洗其他仙府 掠夺足够的仙权 还有 此战我们绝不能放走一人 要将九天仙府内的 所有人 仙兽 凡是开启灵智的兽类 统统杀绝 万万不可留活口 因为血洗九天仙府 事关重大 一定会有人前往神界 禀报两大至尊 若我们未能将之赶尽杀绝 一旦走漏风声 我们势必陷入危险 姐夫 我们一戎不就可以了吗 不行 无论鸿蒙神界 还是混沌妖或石原神界 总有一些神 天生拥有大推演术的神通 这些神 单凭我们的样子 就能推演我们是否一戎 逃到了何处 这些神居然还有这种神通 说学会此神通 岂不是可以推演到 自己想要找的人了 也不绝对 有两种方法可以躲避大推演术 其一便是自己的修为 比施术者高 其二则是大无形术 只是会施展此术者 少之又少 好了 九天密府中还有些仙权 我们先将这些收起来 交给宿兵 他有神主戒可以装下 于是乎 众人自疯癫腾空而起 开始捕捉一座座仙山上的 仙权 半个时辰后 捕捉到的六百条 极品仙权 全部被众人交给了 慎宿兵 随后 谭云让众人 进入灵霄道殿之后 封殿上的万丈灵霄道殿 便化作一道流光 钻进了谭云的耳朵里 随后谭云离开九天密府 出现在蓬莱森林上空 他眺望着远方 星谋之中透露出 滔天杀意 欧阳倩倩 方如龙 你们成婚之日 就是你们的死祭 光阴四溅 二十三天后 据欧阳千千 夏侯轩和九天仙帝 成婚之日 只剩两天 由于九天仙府 有通往十大仙城的传送阵 故而 夏侯轩和欧阳千千 只需耗时两日 便可抵达九天仙府 夏侯仙城城主府内 闺房里的夏侯轩 身穿新娘服 亭亭玉立站在镜前 角色容颜上 写满了发自心灵深处的 欣喜之色 连做梦都想成为 九天仙帝夫人的夏侯轩 根本不在乎 方如龙是条狗的身份 在她的心中 权势地位 那才是白在首尾的